大家好 歡迎來到EQAQUA的頻道 今天的主題是 構圖與設計 想說一下構圖與設計的關係 這張是在香港銀礦彎影的照片 第一幅畫是用了不透明水彩來畫 如果不是太習慣用水彩 想嘗試簡單一點 可以嘗試用木顏色來簡化這幅畫 主要是抽出一些重要元素出來 當你有這些重要元素 可以用來做設計 而設計的目的是 想將它的重點呈現出來 設計品和製成品更簡潔 最搶眼 最明確 今天會和大家討論構圖 在這幅風景畫中 構圖最重要是分天和地兩部份 這張畫分兩部份 上面是天 下面是地 我們先把山給它 天裡面分了山 這裡還有一個屋群 我將它成為第一區 就是天空 前面的地上有條小徑 有條路 就是這個位置 所以第二部份 其實就是這部分的這條路 大概這部分 我們屬於是第二 然後由遠至近 前面的前景就是這條路 所以這個會是第三 左右這兩邊 大家都是一同是第四 這就是最遠 然後到最近 山也是遠至近 因為我們做處理最遠至近 天空之後 最近的當然是山 前面可能有好幾座山 在這幅畫裡 其實有三座山 我們把它分成兩區 先做第一座山 其實山我分了三個層次 去到第五組 然後呢 第六組顏色 其實它在前面 還會再搭一組 是第七個顏色 你待會看片的時候 你就會更加留意 都留心到 用顏色的變化 大致上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都做好了的時候 其實就是這幅畫 最基本的一個構圖 和一個處理的次序 在那一公圈 在那一公圈 你們要留意 都是六十九三 只要是在那一公圈 那一巿 超這兩巿 在那一公圈 也很難試 放在一公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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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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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